大家好,欢迎来到森林图书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小猫的独立探险 在一个小村庄中有一只名叫咪咪的小猫 咪咪是一只非常憨厚和认真的小猫 它总是跟着妈妈走到哪里吃什么就吃什么 它从来不敢尝试新的事物或者独自冒险 总是害怕失败或者受伤 一天咪咪静静地坐在一片绿树下 突然间它听到了一只鸟的歌声 它听得仔细歌词中讲述了关于独立的重要性 小猫啊,小猫啊,独立是最重要的啊 勇敢去尝试不要害怕挑战展翅高飞去探险 咪咪静静地听完了歌词 心中涌起了一股勇气和渴望 它决定要跟随这首歌的引导 勇敢地尝试独立探险 不再依赖妈妈和舒适的环境 它看到其他小动物都能够自己独立寻找食物 探险和冒险而它却总是依赖着妈妈 于是咪咪决定要展开一场独立的探险 它下定决心要证明自己也能 像其他小动物一样独立自主 于是咪咪向妈妈告别踏上了独立探险的旅程 它走过了一片茂密的森林 翻过了一座高山 穿越了一片草原 越过了一条湍急的河流 在这段探险的旅程中 它面对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但它不再害怕而是坚持勇敢的前进 在探险的过程中 咪咪遇到了一只友善的兔子 兔子教会了它如何找寻食物和辨识毒蘑菇 它遇到了一只狡猾的狐狸 狐狸教会了它如何避免陷入陷阱 它遇到了一只凶猛的狮子 狮子教会了它如何保护自己 咪咪从这些动物身上学到了 许多宝贵的生活经验和技能 让它更加独立和自信 经过几天的探险 咪咪终于找到了一片适合避雨的树林 它也成功地找到了食物填饱了肚子 它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 它知道自己可以独立面对 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最终咪咪成功地完成了它的独立探险 它回到了村庄 重新与妈妈和其他小动物们团聚 它与妈妈拥抱在一起 深情地谢谢妈妈对它的关爱和支持 妈妈也对咪咪赞许不已 夸奖它勇敢地完成了独立探险 变得更加成熟和独立 咪咪也对其他小动物们分享了它 在探险中学到的宝贵经验和技能 大家都对它刮目相看 纷纷称赞它是一个勇敢和聪明的小毛 故事结束 咪咪学会了独立 它在探险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你觉得自己可以像咪咪一样勇敢地面对困难吗 为什么独立对你来说重要呢 亲爱的小朋友们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 请给我们一个赞和订阅 并和朋友们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们就不会错过我们 未来更多精彩的故事了哦 我们下次再见